哈囉 現在要介紹的是 Embeddy Linux 然後放到這個開發版 Rail6410 這塊開發版上面 Rail6410 這邊它有它的規格架構 它是華天科技出的開發版 它使用的是 韓國三星的 ARM11的處理器 然後來處理器 它也是類似於韓國S3C6410 這塊架構 那它有這些 基本的Io輸出 看一下剛剛那個圖片 這裡啊 這是它的核心板 然後這是一個VGA TV-OUT 然後這裡有一個AV-IN 然後這是RS232的 接口 然後這是網路 然後這個是 USB-OTG 那之後 我現在在做 現在這個影片要介紹的是 它的開發環境的設定 那之後會使用的是說 USB-OTG來做檔案的傳輸 再做 在把 還沒有燒 還沒有燒Linux核心之前 先用那個USB-OTG 我們先把 Compiler好的Linux Image 然後從這邊丟到 USB-OTG 丟到NameFlash裡面去 然後這邊的 網路 網路線的那個 使用的時候 我們之後是會用 NFS來做Linux的Filesystem 然後連接到我們的 主要這台無邦讀的電腦去做它的Filesystem 然後RS232的時候就是說它有任何的 這個資訊的輸入輸出 我們都是靠 RS232接上我們的 MiniCon這支層次 然後來看 這個 這塊開發板現在目前的狀況 這樣子 那這裡有記憶卡 記憶卡也會有 在燒核心的時候也會有用到 這樣子 那 這邊有它附一個麥克風 還有一些 按鈕這樣子 那 看一下這個開發板這邊實體的 實體的狀況 這樣子 這我已經先把 USB OTG先接上去了 網路線 然後還有這個是RS232 然後 這裡是電源 有點暗 這是電源開關 然後這裡有一顆 這裡這顆按鈕呢 是reset按鈕 那盡量 操作的時候是 如果需要重新啟動這塊開發板的時候 就是按reset這個按鈕就好了 不要去 盡量少去搬這個電源的開關 這樣子 它是一個 switch波切式的開關 那因為 常常搬的話 這邊 有斷掉過的經驗 所以最好還是 重開機的話 還是使用reset這邊 除非是 要把電源 關閉的時候 才在做這個開關的 power的切斷這樣子 然後 這裡 這裡是 adapter 就是接 adapter供電的接口 這樣子 好 那可以看一下去 它on的歷史跟架構的話 這邊的話 圍基上面可能會寫得更清楚 比我說的還清楚 那可以到圍基這邊來看一下 這樣子 那這邊 的real6410它是 它是使用了 呃... 喔 onv6的架構 然後是使用on11的處理器 這樣子 這樣子 那有空的話 就可以多... 就是進來圍基這邊 了解一下它的歷史 這樣子 那現在開始 介紹說 先把那個... mini-com 安裝起來 好 那個... 在安裝mini-com之前呢 要先安裝那個... 無邦讀這邊的Win32位元的那個... 相容姓韓式庫 這樣子 那就開啟一個terminal 然後把這個... 這個指令啊 就... 執行 好 就是... 度... 書密碼 密碼不正確 sorry 好 剛剛... 剛剛密碼打錯了 然後再一次這樣子 那... 呃... 我把這個貼上去的時候 它出現了這個... 那我是用舊... 這個... 這個韓式庫的指令 是在舊的Ubuntu版本準備的啦 那因為我現在用的是新的... 這個... 版本是... 我現在用的是 Ubuntu 13.04的這個版本 那它跟我說 呃... Library32 readline.db 它已經被... 其他套件 就是我在更新的時候 可能已經用了比它更新版的這個套件 這樣子 那我就把... 呃... 這個... 這個我就... 拿掉 那我再... 再做一次這個... Win32的套件 那已經... 我之前是已經先安裝過了啦 那... 就是... 把這些... 把這些套件安裝完之後 它... 呃... 它就全部跑完 要一段時間這樣子 那... 基本上這個套件就安裝好了 那... 那接下來安裝MiniCon MiniCon 是用來... 這支程式是用來跟我們 主機跟開發短 溝通的一個元件 那之後也... 就是會用MiniCon 來當... 在開發時期板子的螢幕 所有... 它所有的Input Output 都會顯示在Mini... 從MiniCon顯示出來 那MiniCon是透過RS232這樣子 這樣子 好... 已經安裝了 現在安裝完之後 來做MiniCon的這個設定 這樣子 我們用帶個參數 -S 這樣是做... 設定的動作 那... 現在只要設定一次之後 那... 每次在使用的時候 只要出MiniCon就可以 就不用再做設定了 這樣子 那... 就是... 切到這個... 序列部設定這邊 那... 這個畫面在設定的時候 就說 我要改的是 序列部的設備 跟... 硬體控制Flow的這個設備 這樣子 那... 我之前是已經先改過了 那... 這裡... 序列部的設備的話 要看說 你現在接的是 哪一個RS232來做... 呃... 來做指定這樣子 那... 通常... 我是直接接RS... 現在是直接接RS232啦 那... 開發... 開發的那個... Rail6410這個套件的時候 它還有附一個 USB轉RS232的這個... 轉接線 那... 如果... 你如果使用了USB轉RS232 這種轉接線的時候 這邊就要把它改成 TTYUSB0的這個... 這個... 序列設備 然後... 這裡一樣也是改成FOR 那... 要改的時候就是... 按... 然後... 油標就進來 那... 建議改的時候是... 要把這邊全部都... 全部都清掉 全部都清空 然後自己再打一次 這樣子 然後按Enter就退下來 再按一次... F 它這邊就是會變成... 是 再按一次就... 就... 這樣子 然後... 跳跳出來 再按一次Enter跳出來 跳出來 跳出來的時候 然後就記得在... 在做儲存 就... 離開本畫面 離開本畫面之後 它就開始連接... 連接這個... 現在已經... 已經進到MiniComp這個模式了 那... 那... 呃... 它現在是沒動作嘛 那我再按一次這個... reset reset這個按鈕 開發板上面這個... reset這個按鈕 它就開始... 它就開始跑... 跑... 資訊出來 所有的Input、Output都出來 這樣子 那我這邊是因為已經先... 放進去的Linux的這個Kernel 所以它會跑這些Linux的... 這些... Output Input、Output出來 這樣子 那我現在要離開... 離開MiniComp的時候 我就按Ctrl、A 它就進到這裡 然後再按Q 是否離開有不同 這樣就離開了 按4就離開了 這樣子 那... 這邊要提一個就是說 剛剛看到說... 呃... 這個... 序列設備這邊的問題啊 可以用這個... D... DMessage 看一下有哪些... 連接哪些的這個... 這樣子... 那我就說... 因為我是接實體... 實體...實體... 實體iS23啊 如果如果再接一個... 那個... USB轉iS23這邊 就是TTYUSB0 那... 你就使用... TTYUSB0這個... 這個設備這樣就可以了 好... 接下來就是... 你下次... 下次... 重新開機 或是要再使用的時候 你就只要再... 只要再輸入MiniComp 這樣就可以進來... 然後... 我打錯... Omini有少一個... 痾... 好吧... 還是要... 這樣就連進來... 連進來我們的... ANGEL開發... 痾...就是... REAL 610這個開發版... 那我一樣再... 重新開機 這就是進入它的BIOS模式 這樣子... 然後... 我離開... Ctrl A... 再按Q... 離開... 好... 好... 現在要來安裝的是... 這個... Toolchain... Toolchain... 這個... 它裡面就是... 包含了一些... Compiler的一些... 相關工具... 那以往我們之前用... GCC去做Compiler的時候 Compiler出來的層次... 就只能給... 嗯... Intel CPU上面的... 無幫助使用這樣子... 那... 用... 就是... 就是... Toolchain... Compiler出來之後... 才可以把層次丟到... 那個... 板子上面去跑這樣子... 好... 現在... 先來做... 我已經先準備好了這個... 這個... 208Q3這個... Toolchain... 這樣子... 在這裡... 那我就把它解壓縮... 然後解壓縮到我的... User Local的資料夾這邊... 有點多... 那之後還會深入的在介紹這個... User Local的製作... 好... 加速完了... 我這裡有一個... 準備了一個... HELLO的... 這裡有一個... HELLO的這個... 城市碼這樣子... 買HELLO... 那我先用... GCC去Compiler它...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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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它這裡是... For Linux用的... 我Compiler出來的... 這個... 它的檔案格式... ELF... 然後... ELF... 標準執行檔案格式... 然後... 它是For Linux用的... 這樣子... 那我現在用... 我現在用... On的... Compiler... 我剛剛解壓說到... GCC... 然後我現在用這個... On的... Linux GCC... 然後去Compiler我的HELLO... Myhello.c... 然後... 那我一樣是... 指定輸出成... Compiler完成... 那我現在執行這個... 它沒有辦法執行...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那我現在來看一下... 它的... 檔案格式... 它這裡是... For... For ARM的... 這裡... 那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執行的... CPU... 它是執行給... X86或64的... CPU去使用... 那現在這個是... For ARM的去使用... 這樣子... 那所以... 現在是不能... 現在Compiler這個檔案... 只能丟到... 我們的... 開發板上面去run... 這樣子而已... 那... 每次... 每次... 要使用這個... 2Ochain的指令的時候... 都非常麻煩啦... 都需要... 都需要... 打這麼一長串的... 路徑... 那我就可以在... 環境變數裡面... 加入了... 它的路徑之後... 我就不用再... 輸入這個... 這麼長的路徑了... 我在我個人畫的目錄下面... 這個是在我的... 我的... 加目錄下面... 然後... 我的User... User名稱... 我進來... 我進來我的User之後... 那我就... 去做... 修改... 修改這個環境變數... 然後把它加到最底下... Sorry...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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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 鐵上... 重檔... 那我現在... 我現在就出來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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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那... 回到剛剛那個目錄... 好... 我這樣... 就... 設定完成... 環境變數的這個... 我的... Torchain... 整個環境變數的設定好... 那...Torchain... 也可以正常使用了... 痾... 我現在要準備的是... DNW這次程式... DNW這次程式... 主要是在做燒機的時候... 我們要從... 我們的PC... 就是host 端... 我... 以後都會簡稱PC是host 端... 然後板子是target 端... 然後... 就會把... 喔... DNW就是把... 我們所要燒機的... 準備的檔案程式... 從... 從host 丟到target 去... 這樣子... 這樣子... 那... 我... 先來... 解壓縮它... 啊...我一樣... 我先準備了... 已經在... 這裡... 我已經準備... 在加目錄下面... 我已經準備好了... 那個... 壓縮檔這樣子... 那之後可以說可以在... FTP 上面下載... 這樣... 解壓縮... 解壓縮開來之後... 那我就先去... 做... Compiler的動作... 這樣子... 那... 這裡Compiler的事情要先注意一下... 就是... 先開啟... 這個... SEC Block... 這個... 這個... 檔案... 就是... 看到這裡有一個... 這個... USB... device的... USB device的... 這樣子... 那... 因為我... 我的環境是在VM之下... 那... 之前試了很多次... 就發生問題是... 沒有辦法正常run起來... 這個... 那... SEC Block... SEC Block... 這個... 這支... 這支... Driver... SEC Block... 這個是... 裝在PC... 呃... host端上面的Driver... 那... 主要是為了提供給DNW... 去... 傳輸檔案做使用... 那...之前一直... 沒有辦法正常run起來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是... 我... 我... 我現在用VM的話... USB它的... 這個... 編號是有點問題的... 可以看一下... 我現在的... 我現在的... 板子... 我現在的板子還沒有進到BIOS模式... 我現在是把它run在那個... 呃... 先來看一下... 先來看一下板子... 看板子的狀態喔... 我現在從... 我現在按一下reset的... 板子上面按一下reset的按鍵... 它重新開始跑... 那我就... 進到... 這個BIOS模式來... 那我剛剛沒有進到BIOS模式來... 那我剛剛沒有進到BIOS模式來的時候... 它USB只有幫我列出這幾樣而已... 可能要一段時間... 我現在... 我現在... 我現在在板子上面輸入DMW的時候... 這裡在... List USB... 它就會出現... 它就會出現... 這個... Samsung Electronic... 這個... 這個編號... 就是USB我的ID... USB的ID這樣子... 那這邊的程式嘛... 這邊要注意就是... 要一樣... 它才可以... 這裡... 04... 0418123... 04181234... 那... 這邊要一樣的時候... 它可以正常的找到我的... 找到我的... 這個... SEC BLOCK這個DRIVER這樣子... 那目前這邊是沒有要改啦... 那可能... 之後拿到板子的時候... 注意一下說... 一直沒有辦法按起來... DMW的時候... 檢查看看說... SE BLOCK這個... 這個... 這個DRIVER有沒有問題... 這樣子... 就直接離開... 我不存檔... 然後... 我就confiler這個SE BLOCK這邊... 那... 注意這邊要用... sudo去confiler它... make... sudo make... 好... 那... 我再把這個... COPY到... COPY到... 我的... KERNEL的資料夾下面去... 這樣子... 那... 這邊的話是... 這邊的話是看說... 目前RUN的Linux核心是什麼... 那... 可能跟我的不盡然相同... 那... 最好的話是用... 去檢查一下... UNAME去檢查一下... 好... 我現在RUN的是這個... 核心版本是3.8.0... 這樣子... 這邊就... 這邊就... 替換掉... 這樣子... 那... 我把這個... 剛compiler玩的... KO這個... DRIVER Module... 我就把它丟到這個資料夾下面去... 丟過去... 那... 我現在更新一下我的那個... Module清單... 去... 更新完Module清單之後... 我再把它掛載... 掛載上去... 掛載上去... 好... 那... 這邊再做一個動作是說... 我每次開機的時候... 它自動幫我去做掛載的動作... 那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掛載之後... 可能下次開機之後又沒有了... 那我現在要再重新做一次... 每次開機都幫我掛載的這個動作... 這邊... 就加入... 就把... 打開這個... 這個... 打開這個... 這個... 打開這個... 這個... 這個... 模組上去... 這樣子... 現在就加入好了... 那現在就... 做一個檔案傳輸的方式來試試看... 那... 記得就是... 我的Target的板子這邊... 我就... 進入BIOS模式之後... 輸入DNW... 再重新... 好... 我現在離... 我現在先離開... 那我在... 我用MiniCon進來... MiniCon進來... 然後我... 板子上面按Reset按鍵... 它在跑BIOS... 我在還沒跑完的時候... 我就把它按... 我就把它按掉... 這樣子... 那我這邊再輸入... DNW... 進入傳輸的模式... 這樣子... 那... 因為這樣的話... 這邊的USB才會出來... USB裝置才會出來... 這樣子... 因為可以看到我... 右下角... 我這VM... 它一直在切換... USB裝置一直在切換... 這樣子... 好... 那還要記得是說... 呃... 因為這裡還有這個啊... DNW這個組成字啊... 那我也是... 就是把它摳到... Sbin的資料夾下面... 這樣子... 那我就... 用... 這個... 摳比的指令... 把這個... DNW這支程式... 摳到Sbin的資料夾... 那我以後... 也就不用再去... 找指定的路徑... 這樣子... 我直接在... 我直接在... 這個... Termino下面... 就可以輸入DNW了... 現在是隨便傳一個檔案... 測試一下... 有沒有成功而已... 先在傳剛剛的Hello好了... DNW然後... 後面就掛我要的檔名... 這樣子... Hello... 丟過去... 喔... 它現在是... Cannot Open... 這邊就有一點問題了... Cannot Open... 看一下... USB... 喔... 跑掉了... 現在USB這邊跑掉了... 然後再... 這邊再... 重新再來一次... VM叉填了... 欸... 找一下問題... 好啦... 呃... 這就是... 用VM開發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 它... 這USB經常一直跳掉... 那... 我也是剛剛是... 我剛剛是跳出去的時候... 我把這個USB中斷掉... 然後再連接一次 Disconnecting,然後再Connecting一次 就它才正常 這樣子啦 使用的時候也是說 就一樣回到剛剛就是 在BIOS這邊的時候 先把它...一樣是先把它離開 Ctrl A 再Q 迷你看我連進來 那我板子重新按reset 按按鍵 然後在BIOS這邊還沒跑完的時候 就把它按進來 進入BIOS畫面 然後我這邊 DNW 然後這邊就跳出來,它就跟我說 有偵測到USB 然後再確保一次熱 LXUSB 常常就這樣子 那我還是要去外面去把 USB給它 USB給它 停掉 Disconnecting 再Connect 這樣才會正常 要先去...用VM的話要先去外面去把它 Disconnect 然後再把它Connect下去 這樣這邊才會...正常的出來 那...這是...Target這邊的 Target這邊的是...DNW 比如說它已經...USB OTG cable 它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這邊... 我只要在HOST這邊的時候 我就打... 然後去DNW 去傳回要的檔案 這樣過去 就傳輸成功了 這邊有沒有... 它已經把它放到這邊的位... 放到NameFlash這邊的位置去 放到NameFlash這邊的位置去 那現在這個DNW這邊也就是 測試準備成功了 那...就是要注意的是 用VM的話 USB連接的問題 那最好也是說 要...能夠的話 當然是用OS直接灌無邦毒 而不要再透過VM來做操作 這樣子